副刀老師的做資產者 我們都是一個住人工作者 那我發現在GC99裡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住人工作者 你們認為呢 是吧 因為我們幫助對面那個人 他要身體有身體 他要錢財有錢財 只要他願意 對吧 好 那講到這裡 當然我們一定要來看看 我們的GC99的大家長 我們的Grace Wu 來看看他 告訴我們分享一些 他從加拿大帶過來的秘訣 好嗎 好 然後我們請為我們的大家長 台灣的凱莉家人們大家現在好 好 好 大家剛才聽完我們全縣撞時 分享出來了實力 產品 獎勵制度 大家有沒有心動啊 有 當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在後疫情時代 會突然間會出來一個舊式的平台 有沒有想過這個因 因為這個世間都是因果 對吧 因果在說話 各位 接下來我就要告訴大家這個因 今天之所以在後疫情時代 2021年1月份 一個偉大的平台 恆昏出世 他真的是來 他真的是來 就像我們剛才的高宣誠 壯師說的 他是在亂世中 出來救世的一個平台 之所以能夠出來這麼一個平台 就是因為 有三顆乾淨的靈魂 沒有這三顆乾淨的靈魂 沒有今天這麼偉大的平台 雖然我們才適應於一年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創造了無限的奇跡 剛才最最感人的是誰呀 是我們的姚承之對不對 他講的每一句話發出他的內心 我在台下我都聽哭了 第一顆乾淨的靈魂 來自我們的林博士 林博士研發場面有20年以上的經驗 本來我們的母公司 貨業公司已經是非常龐大 李嘉誠跟我們還有9年的合同 手上的訂單接不完 為什麼 因為他口碑很好 全北美捷五名 因為他貨真價實 所有的成分進去都是真真實實 百分之百 蠢蠢蠢蠢蠢蠢蠢 所以他的訂單如雪片棒飛過來 為什麼在2021年這個時候 要出來一個自己的中端銷售平台呢 是因為過去有一些公司 也可以說叫做不良商家 為了賺取巨額的利潤 拼命的壓低價格 讓李英博士不斷不斷 減少裡面的原料成分 給他非常低的價格 只要他工廠的這個口碑 結果到了市場上各位 翻身幾百倍以上 所以當林博士看到這種情況以後 他真的為這些消費者感到擁關 幾塊錢的產品到市場上一翻身 變成幾百萬美元 各位如果你們是這些消費者之一 你們會不會心痛自己花掉了錢 還好這個世界有林博士 有這麼一個有大愛 這麼靈魂乾淨的人 他不跟他們途流合污 他決定要想阻止這種現象 最好的辦法就是 自己成立自己的中端銷售平台 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生產的產品品質 決定我們產品的這個原料的純度 決定我們產品有多少量 然後最後可以決定我們的價格 讓我們的消費者 讓全球的有源消費者 能夠吃上真正正正性價比超高的 超級有效的達到藥品級別的產品 所以才有了這個改變 接下來我們聽一聽 我們的林博士 他的初衷是什麼 我說不算啊 一定要從他嘴巴說出來的 美商海海的這些產品 是用我副業的生產 其實最終的責任是我來背 是我來背 如果出現問題的情況下 我的問題 我自己背後的責任很大 我做保健品工廠 今天是我第18年 第18年 我自己的職業操守 而FDA每年有兩次飛行檢查 而GMP每年三次突擊檢查 這個東西天底下所有的捷徑是什麼 是沒有捷徑 所有的捷徑是不要只有捷徑 那就是捷徑 層層門門的走下來 把產品坐下來 在你們手上 這就是捷徑 我們事外沒有別的捷徑 我個人很不喜歡 別人在宣傳這樣 又怎麼搬到超車 他們超車 從來沒有這個技術 你能超車 現在你不會翻車 所以我跟很多人 做生產來說 做生產 做管理資料來說 我跟大家說說 沒有基金 是最大的基金 老實實 把它做起來 真的延誤了 就延誤了 跟大家說 略比這個產品延誤了 但是千萬不要想 消費者會知道 就激進 這個 這個 也是我 支持 Steve 做凱利文明的 也很大的原因 我們有很多 國外的 直銷品牌 到我工廠來 跟我們做的時候 他說 我要質量要 我不管質量 我叫你美國生產 因為我叫你們工廠的口味很好 但是我說這個質量 這個價格 對比這個質量 而且就不管 消費者不瞭解 其實我跟大家說 消費者是瞭解的 今天不瞭解 明年他會瞭解 所以我 但是我跟 Steve說 我說 以其幫別人 做這麼的理論 不合格 對比自己 職業操搜 不是良心 不是良情 職業操搜的產品 還不如我們 雙方做一個 我們認為 對比自己職業操搜來著 做一個化學 化學師分析師 配方式 來做一個好的產品 所以我們都 回答你這個想法 就是 這個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做 凱莉 的一個出走 一個出走 就是想把自己一個 很好的產品 安全的產品 有效的產品 可以到終端消費 各位 要不要感激 博士感謝 我們這些人是 和其有幸 真的是三生有幸 今生能夠遇到 這麼靈魂 這麼乾淨的人 然後他又有他的高科技 生產出 人無我有 人有我有的產品 我們今天才有機會 吃得善 願得善 第二個我要感謝的人 是我們的Steve 林一博士研發的產品 再怎麼好 如果我們沒有機會得到它 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的Steve 我們剛才已經 高先生壯士已經介紹過了 網路營銷的通路專家 我們第一年開盤 就直接打通20個國家的市場 全球的物流金流客服 全部搞定 特別是中國的銀聯卡 多少家公司 為了能夠跟後台的現金 跟中國的銀聯卡 能夠掛上鉤 花了十幾年都搞不定 我們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搞定了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公司的成立 真正正正為我們經銷商著想 為我們的消費者著想 他知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所有的消費商 都希望自己賺到的錢 能夠實實在在存到產品裡頭去 存到我的戶頭裡頭去 對不對 市面上多少隔九差的公司啊各位 很多人看的表面都是數字在那裡翻滾 真正正正要拿錢的時候 跟你說什麼 拿不到 拿不到 要不然就變成黑屏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變成了直銷納民 我們今天實地府 之所以要這麼快的速度 把這個突入全部搞定 就是讓大家放心 就是讓大家感覺這家公司靠譜 對不對 然後現在多出名的人都有 但是靠譜的人很少 大家有沒有感覺 因為外面比平台 比陽台還要多的年代 真的很多人 信息量爆炸的年代 無從選擇 好像每一天手機收到這些信息 每一個平台都很好 但是很多人 被人家割了韭菜 還要幫人家數錢 有沒有身邊碰到這樣的人 所以導致我們出去分享的時候 帶來難度對不對 但是我堅信 然後說大家有聽過 連花的故事對不對 出於淤泥而不來 我們凱莉就是這樣的一個平台 最後 為什麼我們所有的這些消費者 在消費都可以賺錢 打一條腿可以賺更多 打兩條腿呢 可以賺得完全超乎你們的想像 剛才我們的文靈鑽石 已經非常詳細的詮釋給大家了 之所以能夠得到這麼高的福利 要感謝我們的博克老師 我們凱莉公司的市場運營總監 是因為他的慈悲心 他的大愛 他的智慧 他的率子 他的遠見 獨創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210獎勵制度 讓我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能力強的完完全就可以打雙區 能力一方的打疫區都可以賺得很滿 照樣可以賺鑽石 我們多了多一個鑽石 各位你知道嗎 就推薦了四個人 三個人被增下來 結果也順利成長 九個月的時間 就變成凱莉的鑽石 你知道凱莉的鑽石意義有多大嗎各位 凱莉的鑽石 每年可以每個季度可以拿百分之三 全球營業百分之三的分母 凱莉的鑽石每個季度都可以拿不完的原始股 傳統企業的原始股 凱莉的鑽石未來每一年經常都會有周遊世界的機會 跟我們一起 凱莉的鑽石每個月都有這個補貼 給我們打市場 成為凱莉的鑽石真的是太有性能 而且不考核業績 不像很多公司為了上鑽石 各種類的考核標準 結果自己的家裡的地下室變成了倉庫 對不對 凱莉的鑽石是最最幸福的 為什麼 門檻最低享受的待遇是最高的 你看多人多鑽石只推四個人 他都可以上鑽石 各位這種情況在哪一個平坦能夠實現 實話告訴你只有凱莉 我們的獎勵制度也是人無唯有 人有唯有 所以就因為剛才我所講的 林博士 史蒂夫和伯伯老師 他們三足鼎立 強強聯手 把他們超過二十年以上的相關的 專業的經驗奉獻給這個世人 成就了凱莉今天這麼好的一個平台 對於我來說他真的是苦上在世 不知道對你來說是什麼 或許是天使 都不重要 什麼名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公司的這份 對世界的這份的大案 讓全世界的人吃上 性價比超高的產品 讓全世界的消費者 有機會參與世界財富的分配 讓全世界的人 一個人都可以跟全世界聯網 全球一張網 這就是凱莉來到這世界上 就是救你的一個契機 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 各位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我去分享凱莉產品 各位你今天去分享凱莉產品 你不知道可以考慮多少人生命中的未能 對 剛才我們的姚承枝 在那裡深淚俱下 她一輩子都要感恩 推薦她認識凱莉的那個人 對不對 姚承枝是不是 對 一輩子都要感謝 真的內心充滿感動 太棒了 我要分享凱莉 給我第一次贈金 你看各位 今天你成為凱莉的一個經銷商 你的價值和意義有多大呀各位 凱莉這一年多的時間 不知道幫助多少人七十幾歲 八十幾歲 甚至九十幾歲的人 那她原來的提前報告 這個不正常 那個風險很大 後面全部變成正常 然後說幫助別人自己健康是功德 是福德 幫助別人健康是功德 今天我們在座的都有父母親對不對 各位 你們喜不希望讓自己的父母親 一個個提前報告正常 好希望 擺上效果一些 你喜不希望你們身邊的朋友 一個個贏著凱莉的產品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美麗 你喜不希望你身邊的人 能夠一整 哪怕一天吃兩顆 喝兩杯清汽水 都可以撞到全世界的財富 因為這是互聯網的時間 我們一輩子 我們從生下來的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有個共同的名字叫什麼 叫消費者 對不對 因為生下來叫買料包 買料庫對不對 就是消費者 但是我們一輩子 當然一輩子的消費者 有沒有機會在消費中賺錢 沒有 雖然其他很多公司也說 哎呀我們這也是消費商的理念 各位 其他公司的消費商是什麼理念 消費加分享 再加分享成功 這三個條件同時具足 才有機會參與世界財富的分配 是不是這樣子 今天凱莉真真真真做到 全消費都有機會賺錢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參與世界財富的分配 林博士的慈悲和大愛 那60%的消費者 即使零分享能力的 在這裡頭也可以分到一杯根 只是數字多與少而已 有的人 開始分三塊錢 六塊美元 九塊美元 十二塊美元 後面三百塊美元 五百塊美元 一千塊美元 有沒有 你們團隊裡頭 有沒有這樣的人 太多了各位 這就是用結果來說話 無論我們的產品 無論我們的獎勵制度 我們都是實實在在地用結果來說話 雖然凱莉才成立 試運以一年多的時間 下個月 十二月份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 我們整個公司 才正式開幕 今天如果你們能夠做一個決定 你們就是站在VIP的位置 你們要不要成為VIP啊各位 凱莉的獎勵制度 無限可擊 三百六十度沒有實假 為什麼 各位 我從加盟凱莉去年三月份 到現在不到兩 一年半的時間差不多 對吧 各位 收入接近一百萬美元 要不要 多少人終其一生 都賺不到這個錢 對不對 多少人在過完了一些的平台上面 奮鬥了十年甚至二十年 都未必能夠賺到一百萬美元 那是凱莉 因為老闆真的很傻 七成給機銷商 自己留三成 這三成還要包括產品的成本 還要包括全球的物流 清流客服 還要包括全球的物流和金光 所有的會員都是老闆來出 甚至到東南亞一些國家 有些產品因為那個要淘湿 有些天氣 他還要重新給大家發佈 然後物流要算兩次的運費 對不對 清光要算兩次的運費 真的我看了有的時候都心疼了 那是沒辦法 我們林博士就說了 我就實實在在的研發高科技的產品 給世界上有源的消費者 如果大家能夠知道這個產品 絕對是巨大的福分 今天我們凱莉 我們GC99團隊 已經產生了22顆鑽石 我們GC99團隊 全世界最大的鑽石生產基地 因為整個公司也就30個左右 我們已經22顆超出了三分之二 這不是我厲害 這是我們的平台厲害 這是在座的各位 還有我們全世界環圍之內 所有的經商商厲害 才成就了今天GC99 這麼偉大的一個戰隊 我們願生命影響生命 我們願生命感動生命 沒有人是被騙進來的 所有人都是被我們感召進來的 為什麼 然後說因為愛所以愛 因為我們的GC99團隊 是最有愛的一個團隊 我們在這裡不分離我 我們要打造最大的鑽石生產基地 所以我們在下個月 要準備成立一個鑽石的 敷發營 各位誰要上鑽石 不夠熱烈 不夠多人 看大家的熱烈的程度 我們才決定要不要棒 要不要成功是全世界的普通 要不要每個基督都拿風紅 要不要每個基督都拿鹽石骨 要不要每年跟我們一起周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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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舉起你們的雙手 要不要每年跟我們一起周遊世界 要不要每年跟我們一起周遊世界 要不要上掌聲 要不要上掌聲 給自己掌聲 為什麼一個夢想的實現 源自於內心的渴望 如果內心不夠渴望 是很難達成的 因為你在一路上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的雜音 而這些雜音 擾亂了你的思緒 這些雜音 刺激了你的情緒 這些雜音 讓你從正面積極到負面 最終讓你走不到 到鑽石的這個位置上 今天 我們如果 我們GC九九團隊 要成立這個鑽石的呼發語 就是告訴大家 沒有捷徑喔 成功沒有捷徑 只是教你們如何 走在鑽石的這條路上 如何去戰勝困難 如何去提升自己 如何讓自己變得正面積極 如何用更積極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世界上絕對沒有十許倍倍的成功 各位你知道嗎 我在前平台 我只推98個人 你不厲害 但是 我卻沒有能力 幫助我的兄弟姐妹 免費吃產品 一個都沒辦法 今天為什麼我要來到凱莉 因為讀樂樂不如祝樂樂 因為三位領導人的愛心 他們乾淨的靈魂 他們的慈悲 他們的慷慨 各位我在凱莉 才直推48個人 但是我幫助我全家人都可以免費吃產品 所以今天凱莉這個平台 不是你要不要 不是你能不能 而是你有沒有激發你們的使命感 讓自己成為這個家庭裡頭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讓你的父母親 因為你感到驕傲和自豪 讓你的子女 因為有這樣的父母親 有你這樣的媽媽或者爸爸 感到很榮幸 自己可以投胎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頭 讓你的兄弟姐妹 因為你的分享 一個個都可以免費吃產凱莉的產品 讓你身邊需要幫助的朋友 因為你的分享 可以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讓你身邊一個個打過疫苗的人 能夠喝上我們的清汽水 每一天排毒排一點排一點 我們做的這個事業 不是去做醫生做的事情 不是去治病救人 而是要把更多的人阻止在去醫院的路上 各位你們覺得哪個更偉大 全世界最貴的床什麼床 病床都知道 但是又有幾個人會捨得投資自己呢 我相信現在在座的有些人可能會想 哎呀這個多少錢 我要看一下啦 銀行的錢夠不夠啦 寧可把這個錢塗在哪裡 塗在牆壁上 哪來專修了富裏堂房 也不用把這個錢投資在自己身體上 所以各位 這個世界我們要想愛別人 最重要的先愛誰 愛自己 不要給自己的家庭造成輔導 所以我們這個是神聖的一個事業 不是去求人不是去拉人 而是傳遞一個正確的信息 給剛好有需求的人 你就有機會成功 用我們的這個手指 在手機上點一點 把你的信息發出去 發在FB發在我們的朋友圈 發在一些公眾的網絡平台 有些人看到你的信息 就可以加盟看你 我們每一個人加盟之後 我們的後台都有個二維碼 只要把你的二維碼 發布在任何一個觀眾網站 發布在你的朋友圈 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你的經銷商 成為你的合作夥伴 各位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第一顆三星鑽石 高宣程 就是通過這麼來的 簡不簡單 沒有他沒有今天的在座各位 所以你們都是他的子子孫生 要不要給他一個掌聲 真的我現在回想起來 要感謝他的睿智他的圓感 我當時還問他 我問他你多少歲了 他說三十幾歲 當時三十幾歲左右 80後我問他是70後還是80後 他說我是80後 我說那你要坐這個位置好忙喔 我還這樣子跟他講 我說你要成為台灣的001 未來要承擔很大很大的責任喔 我說你有緣氣承擔嗎 他真的很感謝他自己 說了一句話 他說應該沒問題吧 就這樣子 我把台灣001的這個半子交給了他 但是很多人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很多人會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零開始沒有物流 沒有所有的這些東西 我們天天晚上都在交流 他不睡覺我也不睡覺 天天在交流 這台灣的市場怎麼辦 然後他也很感謝他生命中的這些貴人 一個個很愛護他很愛他 然後今天才把這個凱莉 台灣的凱莉事業做起來的 終於做到了 今天台灣分部公司開幕了 謝謝大家 各位你們知道林博士有多可愛嗎 很多人跟林博士講 林博士不要花這些冤冠錢 台灣不要落地 你就從美國寄回去 能賣多少算多少 林博士怎麼說你知道嗎 林博士說 我如果不在台灣成立分公司 我怎麼對得起Gracer 怎麼對得起Gracer和他的夥伴們 在台灣辛辛苦苦的努力 所以 多少加工師各位 在台灣裡頭 捲一批人就走 是不是 割一鍋韭菜就走 他根本沒有想過在台灣落地 我們今天能夠遇到這麼好的老闆 要不要珍惜 要不要把台灣市場做駕做大做強 要不要產生更多的鑽石 來回報我們的福祿受傷心 一定要對不對 我們要有更多的鑽石出現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我這次來到台灣的目的之一 因為我們要幹 從因為我知道台灣人是最熱情的 最真誠的 內心是最渴望世界夢想的 也最愛護自己家人的 最願意幫助別人的 所以 所以 因著這些 美好的品德 我要幫助台灣更多的人成為鑽石 所以 才決定成立這個 鑽石 FU FU G 我剛才看到很多人舉手 大使很遺憾的告訴大家 一個事實 只有八十個名額 只有八十個名額 不是無條件參加 不是無限制參加 你們的領導人會對你們做篩選動作 真真真真真內心極度渴望成為鑽石的 才能優先報名 要不然名額不夠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誰的內心最渴望 請你們的領導人 把你們記下來好不好 能夠伸出手的都是最勇敢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我 和我們這第一排這麼多鑽石 都很希望你們成為鑽石 比你們的父母親還要更希望你們成為鑽石 你們能理解我們嗎 因為你們父母親對於你們父母親來說 鑽石他可能不知道什麼意義 而我們這些鑽石領導人 我們知道這個鑽石在凱列這個意義有多大 所以我們願意伸出這雙手 但是如果你們把手伸在 放在口袋裡頭 我們能不能幫得到你們 幫不了 對不對 所以全世界沒有我們這些鑽石領導人 比你們比任何人都渴望你成功 所以把你的內心的渴望 盡情的彰化出來 告訴你的領導人主動去報名 我們滿了80個就沒有了 等一下會後 大家每一個人各自去找你們的領導人去登記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安排一系列的課程 教你們從零開始如何一步步走到鑽石 好不好 這個世界最大的能量是什麼 愛 這個宇宙最大的能量是愛 好 剛才誰說的愛給他一個掌聲 這個宇宙最偉大的力量是愛 所以我們GC99團隊 我們有八個字的宗旨 第一 正心 心要正 第二 利他一定要利他 因為利他的結果一定是利己 第三 一定要堅持 第四 一定要養得 為什麼 厚得才能載物 得喜 得不配為必有栽養 我們每一個人賺的每一分錢都是有因果的 我們要有這樣的福報 我們去擁有他 而不是每一天指望天上掉餡餅 對不對 如果我們福報不夠的話 餡餅掉下來會怎麼樣 會砸到自己會沉下去 所以我們沒有福報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變成了什麼 過路財神 我不希望我們團隊的一個個夥伴 特別是鑽石夥伴 成為過路財神 我要讓大家真真正正有福報 去使用到這些錢 長長久久的走在健康幸福美麗的大道上面 所以我們G799團隊就是以愛為出發點 真真真正幫助大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從星期一陪大家陪到星期天 有多少人在視頻上見到我 有多少人每周二晚上聽我們的國語招商課 有多少人每周三晚上聽我們的團隊內訓課 又有多少人每周四晚上聽我們的心靈成長課 給這一個掌聲 因為我們的會議是近人留人育人的最佳地方 也是團隊產生零聚力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靠這個會議 過去因為疫情我在加拿大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見面 我只能通過雲端 那現在一起慢慢解婚 你們有這個樣的福氣 有這麼多優秀的領導人在台灣 手把手的教你們如何成為壯實 如果你們再不珍惜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機會真的太對不起自己了 如果你不發心發怨成為壯實 後面一定會被你全家人怪 為什麼 因為在凱莉本來可以一人得到全家成仙 你們卻沒有把握住這個機會 是不是很可惜 跟這麼好的平台擦肩而過 後面只會吃一種藥 叫做後悔藥 我不希望你們任何人吃後悔藥 無論今天我們在座的是新朋友還是老朋友 如果是新朋友 我希望今天我們的這個重要的信息 能夠成為你改變生命的轉折點 如果是老朋友 我希望今天我講的這些話 能夠敲醒你心中的夢想 趕快醒過來 趕快看重凱莉 不要在外面東東西好 最終你會發現在外面兜了一整圈回來 還是誰最好 還是凱莉最好對不對 因為凱莉用結果來說吧 凱莉實實在在的來幫助現在後移情時代 提升所有人的雙重免疫力 健康免疫力和財富免疫力 我堅信 隨著前幾天的 我們台灣分公司開業 開幕 未來一年 我難以想像 我覺得台灣至少會有100顆鑽石誕生 你現在讓我們從頭到尾 從一個人開始 從我一個人開始 一年多的時間 組建了一個萬人的團隊 從一個人到1萬個人 今天我們的高勳成 從他一個人到現在6000多人 萬事開頭 最最艱難的時機我們都走過來了 各位 你們對未來的一年有沒有信心啊 一定有信心 所以伸出你的手 伸出我們的手 我們一起在鑽石的巔峰相見 感謝大家